估计肯德基爷爷自己也想不通 一个做鸡的居然会因为一只鸭子上热搜 不是这一只 你肯定想不到我买这只肯德鸭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近我猜你的事业网络都被这只会跳我的魔性肯德鸭给刷屏了吧 停 求你别唱了 为了买这些肯德基玩具我可是大费功夫 首先我家附近的肯德基基本都卖光了 第一天就卖光了 深圳毕竟人多岛爷也多 所以我们就驱车来到一家偏僻的肯德基 还好这边有货 在两个人吃完了两份双人套餐之后 我终于是有了一个普太维音乐盒和一个水壶 然后还买了那个最贵的箱子 但是汉堡我们实在是吃不下了 至于最火的可达鸭嘛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等我最后讲 其实肯德基这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出一个可达鸭 20年这期也挺可爱的 当时也是一鸭难求 但远不至于今天这只鸭子这么活 这只鸭子是中山产的 为什么肯德基没货 而岛爷有货 我觉得这上面的公司都得心事问罪 这开箱之后我才发现 肯德基伙食不错呀 两年过去可达鸭居然长这么胖了 这肚子里是奥尔良烤鸡还是脆皮炸鸡呢 刚开始玩需要简单的把底座装上去 然后打开脑袋后面的开关 这只可达鸭就开始跳舞了 仔细看这跳的舞还挺随意的 一会摇胳膊一会又不摇 这玩意不会野中奖吧 隔壁的皮卡丘音乐盒呢 现在来说就显得要优雅很多 小花裙子还有一层透明件 这个特别适合买来送给你朋友 可惜我结婚了 话说这首歌呢你听的算是什么吗 我怎么感觉是 最后一个玩具呢是一个皮卡丘的水壶 注意这个水壶是个凉水壶 最高可承受的温度是37度 你千万不能装热水进去 而且我觉得呢这个水壶吧 慢慢就当个小玩具给小朋友玩就行了 用它装水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靠谱的 大箱子是要吃一个128块钱的套餐才能拿到的 这个箱子设计的真的是非常好看 打开之后呢空间也挺大的 有人说呢这个箱子是用来专门装Switch的 但实测我发现 这空间真的挺大的啊 好像可以顺带把这个底座啊 视频线电源一股脑子全塞进去 挺好挺好 爱了爱了 今年肯德基出的这几个玩具能火不是没理由的 确实是萌到心上去了 但是这份心意却为恶臭的导爷 给糟蹋了 会跳舞的可大鸭呢 我最终是花了1.8块钱买到了 太夸张了 然后过去的这几天呢 我在闲鱼上也看到了形形色色 深层有现货的二道贩子 用各种的谎言来骗你 和20年初倒卖俄文枪那群人的套路呢 如出一辙 甚至呢还有明目张胆出来直播卖假货房品的 啊 这品呢 这个不带那个开工资的一个logo 除了不带logo 哪哪都一样 好了 好了 六一还是要过的 提前祝大家六一快乐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拜拜 拜拜 坦数太大了 好重啊 我是又说不行啦 啊 對,對,對,對